對啊 我剛剛聽到那個減肥的地方 我都還滿想哭的 因為我就是一直都很愛運動 然後一直也不是算很胖的人 但是生完小孩 媽媽之後就是胖肚子嘛 然後收不下來 然後大腿 臀部很胖 還有最恐怖的就是 媽媽的背跟手臂 都好扁喔 好細啊 就是手臂跟那個背一定會很胖 所以花了很多時間 才找回自己的線條 然後我以前就是 還是少女的時候 我的上半身是很像那種 營養不良的難民 就是非常非常瘦 然後這個手臂整個是直的 非常苦感 然後等到我生完小孩 去拍戲的時候 穿一個無袖的衣服 然後我在看那個回放的時候 想說那個那麼壯的人是誰 怎麼原本很薄的背也厚起來了 然後這個手臂也都粗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很可怕 然後我才發現自己 不是只能一直著重在下半身 因為我就很愛運動下半身 然後發現自己的上半身線條也走樣 所以我才開始去做很多 像這樣彈力帶的練習 然後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所有的媽咪們 如果在家裡很忙的話 只要有這個阻力的袋子 你就可以做很多上半身的訓練 要這麼多條 可以一條就好了 大家可以先從細的開始 然後真的有一個這個袋子 就可以練整個上半身 我先從第一個 媽媽會覺得背很厚對不對 你看你只要把它踩著 身體有點往前傾 45度 然後往後拉 往後拉 你可以看到我的 白白秀的地方 然後跟我的後背 可以看到我的後背 做12下到15下 然後再重複做3組 就可以練出你的背的線條 然後跟手的線條 就結實 對 然後還有一個是肩膀 其實肩膀也是很需要練習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把它踩著 跟你的肩膀一樣寬 然後往上拉 往上拉 然後你就可以運動到你的手臂 跟你的肩膀 真的就看電視的時候 每次這樣拉拉拉拉 對 其實就算你空著拉 對 或者是拿兩瓶水 對 就可以這樣子 把它拉起來 就會很有感 你這個線條就會出來 然後手要這樣子 那我就舉我們家的狗或貓 你這樣做有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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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負了 也可以喔 然後最後一個是 如果大家很喜歡做拳擊有氧 你可以試試看 加這個彈力帶在後面 然後你就這樣 這個 這個 這個有幣 對 空打 你可以這樣 空打 對 然後在打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的上 就是上胸這塊會運動到 然後可以拉提你的胸部 然後也可以讓你的 主要還是胸 腹乳的那個線條不會跑出來 就叫老公站在前面 讓我們空打 真的 真的 再去辦公室也可以 然後還有一個是可以跟 同事 朋友 老公一起做運動的 就請那個 幫忙一下 多人運動是不是 對 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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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人運動 很常見 如果你遇到你心儀的對象 你就說你可以願意 對 就把他套回來這樣是不是 對 你就可以把他套住有沒有 然後請後面的人深蹲 深蹲 後面深蹲 對 然後前面的人就把他套在 那個腰際上 我就可以往前一直跑 一直跑 我這邊也需要一些核心穩定 對 核心穩定 所以我這邊 這邊也會增加我深蹲的強度 那你就不用去健身房跑了 你就在家跑就可以了 這樣跑會累嗎 這樣肚子不會痛嗎 不會耶 不會 而且不小心 你不要躲 它整個會彈到你的身上 那我們單身狗的話 就綁門柱上 對 就跟酸狗一樣 門桌 門靶上 你就住個桌子 你就住個桌子 小姐願意讓我脫掉 你真的要一起運動嗎 你真的要我們神秘密 對 所以有可能就緊繃就警衛了 沒有啦 警衛沒有辦法拒絕我們 然後下一秒被抓走 周末的時候去那個 心意商圈那邊 對 這是很有趣 就是你跟朋友一起運動 對 天啊 對 對 對 你 就